我們看一下現在在聊天室的網友 有誰天空之城 你好他說在國外早就電擊了 還在講這個超商事件 那多華公也講美國早就直接開槍了 還有我們看到吳東如也在 王世妍也在 Garry你好 我下次就叫你Garry我知道了 忍酷也在裡面還有馬克林 還有我們的三川他說到因為緊 嗯這個部分好 還有我們看到很多的朋友在持續的聊天室裡頭 安康我看到你的搞笑貓貓也在裡面 余濤說他已經下載中天新聞網的APP了 謝謝你的支持非常感謝 好持續的在裡面聊天跟我們一起互動聊新聞 等一下有秀秀的主播千萬不要離開 先來看到西班牙的空軍有一架F-18大黃蜂戰鬥機 當地時間20號的早上呢 在薩拉哥薩空軍基地附近墜毀 那機內的飛行人員成功的彈射 沒有造成人員的傷亡 那根據這個募集民眾表示 當時失事的F-18大黃蜂戰鬥機呢 正在基地的附近上空進行飛行表演的訓練 那戰機一致是在飛行中失速了 導致整架飛機迅速墜落 那不過飛行員呢 很快反應很快迅速彈射逃脫 沒有造成生命造成生命危險 那失事的原因呢 目前正在調查釐清當中 還有這一次的G7峰會期間呢 有不少的領袖有個漏網鏡頭 像我們現在看到 高零84歲的美國總統拜登剛剛下樓梯 又差點摔倒了 而且又口誤了 他把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叫成了總統 這樣不太對喔 法國媒體也把大陸正在主辦的 中亞峰會拿來做了個比較 他說中亞峰會的排場很奢華 相較於日本舉辦的G7 就顯得有點寒酸了 已經高齡80歲的拜登下樓梯時 又一個腳步不穩差點摔跤 而且他又再度說錯話 明明岸田文雄是首相卻把人家 繳成總統 日本網友調侃沒繳成州長就很不錯了 G7大合照也看出七國領袖 其實沒什麼默契 日向岸田先對著鏡頭揮手 其他人稀稀落落跟著揮 影響蘇納克竟一副手足無措 還探頭偷看別人 最後才趕快跟著揮手 不只各揮各的 法國總統馬克宏 甚至從頭到尾手插口袋 就是不舉手氣氛尷尬 同時間大陸鎮舉辦中亞峰會 排場不免被拿來和G7比較 西安大唐芙蓉園布置的富麗堂皇 以盛大表演迎賓 網友形容簡直回到唐朝盛世 晚宴餐桌上 擺出象徵絲綢之路的雕刻 和精緻的西安料理 法媒形容有如皇帝款待朝拜國兵奢華至極 而且會談時的超大圓桌 也展現泱泱大國風範 相比之下日本IP很寒酸 七國領袖竟是威震校園桌協商 Size硬是比別人小了至少一號 但也有人換夾 撐這樣的距離 顯得親密 氣氛比較親切 記著縱報導 香港人的信心 詞文字幕及歌詞文字幕